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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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的好兄弟 你可回来了 哦 这就是无二拜拜 这部由山东电视台拍摄 并上映于1983年的八级电视剧《武松》 在当年可谓非常火爆 以至于山东台又后续拍摄了宋江、武之深、李逵等等共司时机 并取名人物《治水虎传》 这部电视剧的主要人物 在我往期视频中有过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我的主页观看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武松 祝颜平 1958年出生于山东泰安 14岁时还在念中学 便考入了济南京剧团专攻武生 毕业后并没有选择做京剧演员 而是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期间作为表演实践 还出演了《向奥赛罗》 一作等国外知名剧目 1980年受导演石一夫 邀请参演李源棠主演的元帅之死 片中饰演马洪湖 也使祝颜平正式踏入影坛 你爱洪湖吗 告诉我 你爱洪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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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底受山东台邀请出演八集电视剧《武松》 出演主角武二郎 祝颜平也因《武松》这个角色 获得第一届电视精英奖优秀男演员奖 《武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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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后从上戏毕业 分配到俄媒电影制片厂 1983年 先后参演毛玉琴指导的特技警报333 扮演陈光 我说现场大人 你不能随便批评人 大伙刚救了几批载民回来 抽空喘口气 太平吧 听说县长的夫人和孩子 都在太平吧 张义导演的红叶铺满的小路 誓言楚歌长 我奉保卫局的命令 你男人在劳医队受审的时候 突然逃跑了 你被逮捕了 与你男人李宝贵 合谋叛变 看来 丈夫是叛徒 老婆也一定是叛徒 是不对的 特别原同志 你错了 1984年出演周康瑜指导的208客戚 扮演龙飞 民航正需要人才 多亏你把我送进空军吗 这次领航以后 还会空军吗 总理说 由你决定 如果市长需要的话 我 太好了 市长 我是个驾驶员 可这次出国 却让外国几组飞 心里真不是滋味 1985年参演电影《古墓惊魂》 饰演乌云八土 这是我们开军的墓中最完好的一座 所以领导只是我们 要尽量的全面获取第一手资料 一个盗墓人 成了考古的研究人员 你是不是觉得残酷 滑稽 不可惜 1987年出演李延 长龙主演的敬礼 我的教官 我是舰长杨波 我代表 郑和号全体官兵 欢迎同学们 从现在起 大家将分到各部门定岗位 定职子 讲干 到 鹏兵 到 枪炮部门 是 在分配任务时 只能说是 1991年参演师小华指导的青萨浦江 扮演罗大卫 工程前期就给落下了一个月 我前面的李队长累病了 林队长给压垮了 工程又给落了一个月 所以 我们就更不能撤出工地 您以为有了一致 已经了责任 就可以把我们打发了 您是了解我们这个队的 现在队里 大家都在想办法寻找新的方案 您却要撤坏我们 1995年与胡亚杰合作出演老娘土 饰演大老王 干啥 这是干啥 有事说事 别他娘一来就给我上贡 打扫 你到底想干啥呢 想拉老子下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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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趟他都跑过球的 牛皮块发 没事 赶紧回家 2004年出演电视剧神探敌人节 扮演虎敬辉 其实我不姓虎 我姓傅 我是皇后的侄子 武则天构陷皇后 王姓一族 15岁以上南丁进北诛灭 武则天便以傅为姓 法配我和家人到了岭南 后来 突厥犯编 朝廷征兵 我应征入伍 改副维虎 2007年之后 参演电视剧《大黑众万组》 陆顶记 中国式乡亲 2012年之后 参演电视剧《楚汉传奇》 曹操 2015年出演电视剧《幸福的方向》 2016年参演黎明 耿热主演的不速之客 要求金钱赔偿 就会这点措施 2017年出演 朱石茂指导的胡杨的夏天 半眼狐悠 保持节 哎哟 爸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要这些豪车 啊 2020年出演电视剧《以赴之名》 2021年出演电视剧《燃烧的玫瑰虎》 童年参演电影《你的世界如果没有我》 我这是为你好 你跟他们一样吗 你是我女儿 爸 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吗 你不在我面前出现 我就不管 你以为我想和你一起住啊 就你这个脾气 我是怕你孤单 怕我孤单啊 啊 那我得谢谢你啊 啊 我不需要 朱颜平自小学习京剧武生 可以说为他后来的演员生涯打下了基础 而在20多岁时 就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 可谓出道级巅峰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 但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并且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还曾多次获得全明星高尔夫比赛的冠军 再次也祝愿朱颜平老师身体健康 希望继续创作出更多好的角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光临我的主页 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欢迎光临我的主页